今天在串流平台上當的台劇《塑膠花》 大賀林和軒在裡面演技相當厲害 為什麼粉絲表示看到都說自己的眼淚被逼出眼眶 而就在塑膠花材剛上演大結局的這個時候 林和軒參演了新戲《舊金山美容院》也殺情 15號晚上舉辦雜情宴 我們捕捉到續攤結束後的大賀 若搖又慌了大賀 在兩名女性友人的摻扶下走出KTV大門 是說看這樣子 她很明顯是和ㄎㄧㄧㄚ 一度還腳軟差點跌倒 被朋友扛住之後 大賀突然開始從鳥化身為狗 可能是剛剛在包廂裡沒吃飽 錯把朋友的手當晚餐時 大賀張嘴就往朋友身上咬 一口不夠又一口 台北街頭直接上演台版飲食路 右邊咬完咬左邊 嚇得朋友滑融失色 這到底是喝了多少才會化身成半壽人 當天在包廂裡的之爭 藝人正宜在戀書上發問 說大賀真彎唱跳不停 收上的紅酒的單位是用瓶 或是用杯 那在此時就必須配 伏林鶴學的酒量 喝了四瓶還能走得出門 無恙喝得很開心的 還有他 劉品妍 還跟程孝軒 還有賴東仙等人 比大賀早一不離開 他一走出大門 原地裡就是一個 大公公三次 看來傻行之後 在酒精催化下 劇組成員放飛自我的心情 讚肉依